接连两起连环抱现在幕后黑手也被认为可能是以色列的情报单位摩萨德 因为他们习惯透过精准而且创新劣迹的方式来刺杀敌人令人闻风丧胆 他们不只曾经以毒牙膏跟炸弹书本来进行暗杀 而且更是有仇必报 像是为了要揪出逃往阿根廷的纳粹分子 另外也曾经一个个的猎杀在慕尼黑奥运会上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的恐怖分子 今年7月31号一颗提前两个月埋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宾馆中的炸弹炸死哈马斯首脑 以色列情报单位摩萨德被指控是幕后黑手 摩萨德精准的刺杀手法令人闻风丧胆 2020年还涉嫌利用远端遥控机关枪 在伊朗境内射杀伊朗核武之父 1996年则在手机里藏炸药 暗杀一名巴勒斯坦炸弹客 1978年摩萨德剧船在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牙膏中下毒 造成对方痛苦的死去 以色列向来有仇必报 像是在阿根廷抓回犹太大屠杀的纳粹主使者之一 将他押回受审处以急刑 摩萨德也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以色列运动员遭挟持杀害后 揪出几乎所有参与其中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但摩萨德也有过几次失误 曾为了刺杀伊拉克前总统海珊 在书本中装设炸药 但因为不是海珊本人打开书本因此失败 他们也曾在前任哈马斯领导人的耳朵内下毒 最后不止没有成功毒杀 还有多名间谍被抓 这人好逼